老师好 接下来我们点到 刚刚的文字介绍好一个段落 对不对 点到文字喔 点到图片 点到图片呢 当然这功能可以做这些 来 我们再看格式的地方 格式的地方 我们瞄一下 这边也是三个功能 我就很快大概提一下 可以加白色的边 看起来是不是漂亮多了 对不对 那边框呢 我刚加边框 那这些我们刚提过 那这边还有影像 影像可以做什么 我们刚做过去背喔 对不对 去背 去背 那接下来我觉得还好 排列的地方 排列如果说它有两个的话 有上下顺序可以调顺序啦 譬如说我这样搬过来 不是重叠了吗 所以在这里 老师我可以把这个什么 移到最后面去 这边再调上下顺序 你看见了吗 那这改大小强制比例是 维持它的宽高比 那这边是做旋转 要水平翻转 来 点一下 锁定 锁定什么 点下去 就不能去动它了 老师我改了半年 不小心就会动到它 搬过来 来 老师我们要做裁切 老师想把这个地方做聚焦 怎么办 快点两下 快点两下 接下来你就看到了这个 你看见吗 做什么 在里面可以调位置 再点完成 再看一次 快点两下 圆图是这张图 你看见吗 第一个缩放 第二个移动位置 老师我是要 我觉得应该有大天灯跟小天灯 这样按点完成 这样就裁切功能 旁边点一下就取消